陸港天后宫这间房摆的全是做客妈祖 摸字形墙面整齐排列 神像的大小不同 因为日前神像被请走之后上网出卖 不少民众才知道可以请妈祖回家做客 这一尊 唯武妈 对 一尺六的 流浪归来的唯武妈是其中一尊 名字刻在神像后面的椅背上 天后宫每年刻六尊妈祖 都会替他们取一个音译都好的字 当备份编号 千字文不够用了 就在书法词典当中挑 省重命名 像另一尊背后刻了至四妈 是那一年的第四尊妈祖 有点像是天后宫内部管理的内码 每一尊有一个名字 最多到六妈 信徒必须拿证件登记 但是无法指定神尊 我们会请出妈祖 但依照你的需求是 八寸的还是一尺三的 一尺六的 甚至两尺二的部分的尺寸 妈祖来到我们的宗殿 然后再由你从我们这边 恭请回去做客 庙方表示 通常是庙会 供庙会来请做客 妈祖一起同庆 如果是民众请神 一定是家中有重要的大事 最常的就是 处里面拜天宫 立宿 这种的 大部分的话 或都需要请妈祖 然后三盖宫回去 然后拜拜 然后正宅 除了背后的名字 神像底座也会写上 陆港天后宫 对于信徒来说 他们通通是陆港妈 常常拜神走庙的 也许对于请神回家不陌生 不过不少民众 反而是妈祖被卖这件事之后 才知道也能请神回家做客 经过这事件 庙方对于请神民众的身份 把关更加严格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平 彰化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